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在外旅行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呢 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 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其实都可以说是颇有心得的 像我们平时可能会赶路赶到很晚 找不到住宿的地方 或是我们到达这个地方之后呢 它没有一个合适的酒店 可以让我们去入住 再或者就是我们跟朋友约好了 想要一块露营 那这些情况下 我们最先要考虑的就是 露营地的选择 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是如何选择露营地的 选择露营地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下面呢咱们就先说第一种情况 其实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停车场呢 它就是一个露营地的绝佳的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现在一块看一看这周围的环境 首先这个停车场它是免费的 像一般在旅游城市都会有很多这样的免费的停车场 而且它的车位呢也比较多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也停了很多房车 都是在这露营的 再一个肯定就是安全问题了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尽量的选择有摄像头的地方 然后把车停在摄像头的下面 这样的话会减少很多安全隐患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停车场旁边 一定要选择离卫生间不远的地方 像这个停车场它边上这就有公共厕所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可以用水的还比较方便 我们在这种停车场停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占用公共资源 我们之前呢在一些停车场也见过 就像房车呀看它这个停车场车位有很多 所以它一个车会占三个车位 就整个这样横过来停 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停车场的几张房车 大家都是规规矩矩的停在这 一点都没有占用公共资源 这个露营地它有美中不足的一点 就是在这没有办法用电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说到第二种情况了 第二个我们可以选择的露营地 就是高速的服务区 服务区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首先我们在服务区里面 吃饭呀补给呀用水呀还有厕所什么的都是比较方便的 再一个就是服务区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可以充电 我们在服务区里转一转总能找到一两个充电口 满足我们日常对电的需要 所以说服务区也是我们日常露营最主要的一个选择 下面我们就要来说最后一点了 就是在我们既找不到公园又找不到服务区的时候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地方来露营呢 首先就是要远离水边 我们要避免因为一些突发的恶劣天气 导致的河流涨水了河流决堤了 进而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 我们应该远离这样的地方 再一个呢就是要远离山体 这个也是为了要让我们避免因为落石啊滑坡呀 泥石流啊等等这些自然灾害 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在有人的地方 尽量是在村庄啊县城边上或是县城里面 因为每一年因为露营被野兽攻击的事件也不少发生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关于露营地的选择大致就是以下这些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欢迎留言评论来告诉我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